连着几日想要见姐姐 姐姐都闭门不见 宫中住室平身 我得小心些 不止你 旁人我也不见 姐姐都知道了 是怪我害了大阿哥吗 你明明知道皇上 最恨旁人给予太子之位 大阿哥和三阿哥为了太子之位 明争暗斗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我不过是让永齐 在皇上面前 提到了明神宗的国本之争 不过是 国本之争 说的就是明神宗的长子和三子 争夺太子之位 你让永齐去和皇上提这个 是已经算好了皇上 会怀疑永皇和永长 皇上生性多疑 若他肯相信自己的儿子 我便无计可施 而且 大阿哥 已经不是当年 承欢膝下的幼童 他对姐姐 不过是仰仗利用 姐姐何必真心相待 永皇是错在一亿算计 可是还爱 自遭皇上贬持 永皇已经暴病在王府 一个多月不等其身了 他是咱俩都疼过的孩子 姐姐 你所爱的男人 或许有一天 会为了其他的女人而厌弃你 你所疼爱的孩子 会为了自己利用你 你太重感情 这会是你最大的软肋 后宫之中情分本就难得 如果连这点情分 你也撒手不要了 怎么还能有什么 你也会被人家 姐姐 我不奢求你原谅我 我一心一意为着你 只希望 我的所言所行 你能够明白 走了 主 于妃娘娘 请令鬼人安 贵妃娘娘已经歇息了 请令鬼人改日再来吧 我刚看见于妃娘娘离开 贵妃娘娘这么早就歇息了 六宫所事繁杂 我们主儿难免身心劳累 所以于主儿先细离开了 那带娘娘醒来 帮我通传一声 说我来请过安 令鬼人放心 主 您别太在意 贤贵妃也不是官普贱宁 六宫的嫔妃她都避嫌呢 贤贵妃也忒小心了些 其实贤妃娘娘也是后卫炙手可热的人选 现在人人都去启祥宫了 你也觉得贤妃是有登上后卫的可能 贤妃娘娘接连生子又得皇上宠爱 其实无论是贤贵妃或是纯贵妃丰厚 跟咱们都无干 但若是贤妃娘娘 她可不是好相遇的人 恐怕第一个要为难的就是您 不如咱们先低一低头 就当是未雨绸缪吧 罢了 去挤贤妃宫吧 主 与主的所作所为 若从为了您来说 那是无可挑剔的 本宫怎么会不知道呢 就算知道永黄算计这本宫 我想到的还是那个小小的 在我膝下读书的永黄 叫我母亲的永黄 叫我母亲的永黄 我能够难过的生存不好的孩子 终究还是不见了 Ela就是阿弥 这个期ion 陈実 ab j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